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人帮我提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张健 二十年前参与北京学运 当时他只有十七岁 在天安门广场 担任狗刹总指挥 负责保护示威学生 军队清场多晚 他中枪受伤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的杀戮 真的运动 真的斗争 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人让我解除 我能命令 所以我还站在那里 那天军队要冲进来 从前面那儿 一下子远远黑压压一片是钢盔 杀声震天 就杀这样的冲过来的 你明白吗 当时对我来说是挺震撼的 我说怎么能是这样呢 我从小就认识很多军人 我父亲也是带军队的 从来没有看见军人 前面对老百姓 用杀 用这个 这是冲锋啊 碰 碰碰 这儿一热 水一麻 这条 咚 当时就这样 当时这儿就全部打碎 然后现在这个呢 就是现在最外边这颗子弹 取的是这颗 要是有一颗仇恨的子弹 希望这是最后一颗子弹 六四之后 被政府通缉的学生领袖 和知识分子被逼流亡海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他们其中一个落脚点 葬师堂这个会议室 曾经是一帮流亡人士 经常讨论国事的地方 当时他们估计 几年内就可以回国 英格兰 英格兰那个那个 那时候并没有想到 二十年以後還不能回去 還不能回中國去 蘇曉康 當年是中央電視台記錄片 何商的總賺稿人 節目播出之後 曾經引起社會討論 中國的改革出路 他受到六四青年 一直流亡美國 我走的時候 根本沒有向我母親告別 我淘汰以後我母親非常難過 他天天在家裡哭 結果在1991年的春天 就是人老醫學死了 這個我當時也不能回去奔商 94年的一場車禍 令到他太太終身殘廢 蘇曉康一家受到重大打擊 我二十年裡頭 有十六年都在車禍上 我變成我的全部目標 不是中國怎麼樣 是我太太怎麼樣 我要想讓我太太能夠 能夠重新生活治理 車禍以後我的整個人差點垮掉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爬起來 我沒有想回總過去的意思 我認為人第一要緊的是尊嚴 這是一個權利 你可以要求 當然是你可以要求這個權利 但是共產黨不給你這個權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寧願有尊嚴在海外活著 不管有多少困難 因為八九民運要逃亡的 還有曾經擔任過趙紫陽智囊的陳一枝 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他人在美國 心仍然記掛著國家的前途 中國這樣一種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不變 中國就不可能賦予 中國的老百姓就不可能自由 非變不可 那麼問題就在於說 怎麼樣在變革的過程中 要防止大的流血和對抗 陳一枝去年患上癌症 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六四轉眼二十年 自己能不能夠看到平反 又可不可以回家 他說他只能夠處之太熱 我是很想回去 這個特別是親戚朋友都很關心我 知道我生病他們都不斷地問候 那麼我也快七十歲了 我這一生我最對不起的是我的親人 文革中因為我 我家裡死了四口人 六四我被抄家 我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受到牽連 但是我最關心的還是那些農民 他們是太可憐了 我這次生病 我托人告訴曾慶紅 曾慶紅說我也建議你回來 我幫你解決醫療費 但到胡錦濤那兒就沒有下文 不過每年官方都是說這是個敏感年 去年是奧運比較敏感 去年又是六四二十周年又敏感 所以也可能回不去了 那回不去了那就 在美國 是吧 求人得人嘛 得了天空失去大地 同樣擔任紀錄片何相讚那人的遠自明 當年就用這句話形容流亡者的心情 經過二十年的沉澱 遠自明說自己的家國情懷已經貴於平淡 二十年來 中國變得越來越遙遠 就是故鄉變他鄉 就是有一點點 好像是在遙遠的地方 在觀察他在看他 過去的那種迫切的思鄉之情 已經其實越來越淡了 我就想著這三張 六四之後 遠自明一家在美國團聚 今天的女兒也快要大學畢業 兩夫婦回想當日 在廣場上的大學生 內心依然相同 無論是人大的、北大的 或中央團校的都有傷亡 有一個孩子就是把他的書稿留在我們家 沒想起來我就受不了 可能很多人從政治角度 策略、國家的安定、發展 但是你什麼都不能代替人的生命 在美國流亡的這一段日子 遠自明歸信基督、修讀神殼 他仍然很關注中國社會的腐敗現象 希望通過信仰力量 幫助國家進步 天安 經歸信基督、修讀神殼